喂喂 欢迎来到《照理多事》 过去这些年啊 我国海军建设速度非常快 尤其是到今天为止 我们已经有了两艘航母 还都是在大连建造的 拥有了航母 我们终于成了海上力量强股 可是大家知道吗 实际上在旧中国 一度啊 我国也拥有过航母 辛亥革命以后 军阀割据 战乱连连 整个中国大地啊 其实有一块土地 发展的是挺好的 那就是张作霖治旅下的东北 整个东北土地肥沃 地广人稀 吸引了很多人闯关东 人口充实了之后呢 在张作霖治下 不单经济发展 而且军事实力也很强 这也使得张作霖差一点 就有了温顶中原 统一全国的实力 凤系军阀当年不单是陆军强 空军也强 凤军能有几百架飞机 这在当时简直 其他军阀想都不敢想啊 后来直凤之间发生了战争 一开始啊 凤军吃了点亏 哎 张作霖突然发现 直系军阀手里有军舰啊 这个在浦海湾 人家海军墙 凤系吃了很多亏 所以张作霖说 他不有军舰吗 我也得有啊 到时候我拿我的军舰把吴佩孚打垮呀 就因为这个原因 张作霖命人失巨资 要建设东北海军 先是收编了东北境内一些江上河上的小军舰 后来感觉自己这些不够啊 还得买 花大钱啊 在德国买了一艘商船要改舰 那个时候航空母舰在全世界范围内 还是个新奇概念 张作霖就觉得 哎 这种东西我也得有 你说真干一个大家伙 真正的航空母舰也没那么多钱 怎么办呢 张作霖说 你这样吧 把咱这个德国货船 我给改造成航母 行不行 反正那个时候航母概念很简单 你只要能起降飞机就得了 说干就干 在专人的指导之下 凤系还真的把这个德国商船 改建成了一个小型的航母 吃水量大概三四千吨 把这艘小航母命名为镇海号 你这个航母上真得停飞机才行啊 没事 张作霖命人从法国买来了八架水上飞机 用吊车啊 把这个飞机吊到这个小航母上 哎 这个飞机真的能在小航母上起飞 虽然这是一个非常简陋的航母 但是对于其他那些军阀来讲 就已经是碾压般的存在了 由于有了一支欲望强大的东北海军 再加上自己的空军和陆军 在后来的直凤战争中啊 凤军打得无佩服 落荒而逃 直系败亏了之后 凤军不但占了直系的地盘 把直系的这个军舰也收归己有了 其中还有一个重装巡洋舰 叫海齐号 这艘巡洋舰可太有律史了 它是甲午战争之后 清军最重要的军舰之一 后来以前我们讲过这段故事啊 清军还派这艘巡洋舰出使过英国美国啊 到了墨西哥的时候 还帮助当地华侨干了不少好事呢 本身自己有航母了 又收编了无佩服的一大票军舰 凤系海军这个力量实在太强了 当时据统计啊 凤系海军的总吨位达到了三四万吨之多 占中国所有海军的70%以上 后来这支航母带着他的编队 还真是帮张作云立下了汉马功劳啊 您想想 那个时候其他军阀顶天的有几门大炮 这架得住人家凤系航空母舰上起降的飞机 对你直接进行轰炸吗 而且凤系的海军不是只有军舰这么简单 张作霖在东北建立了多所海军军官预议学校 专门培养海军的军官 海军的水手 他知道你这个光有武器没有人是不行的 说实话如果不是老张在1928年一命无乎 哎呀这个争权的形式还真不好讲呢 好 其实我们下期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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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